好 那么另外要带您看台塑生衣董事长王瑞宇 今年初就告诉大家说 接下来的发展他们要着重预防医学这一块 因此呢 今年的台塑生衣要主打保健食品 我们三立财经独家进入了台塑生衣的研发室 来看看他们今年的秘密武器 台塑生衣的研发中心就在这个地方 而现在三立新闻也要带你一起来一探究竟 不大的空间 但这里就是台塑生衣保健食品的研发中心 从成分选择就要先经过这个关卡 在隔绝的环境下经过一到两周观察 确定没有有毒微生物才能开始萃取 萃取过后的原汁要再通过高倍浓缩 以40度左右的温度持续加热让水分抽离 HPLC的一个设备它主要是可以借由管柱来分析 检测物里面它各个成分的一个含量的一个多管 再来经过仪器分析 每一个高峰就代表一个产品成分 颇峰越高表示纯度越浓 最后还得再通过重金属检测 确定一切安全后得再送到医师手中做最后把关 我比较会觉得说可能就是在甜度的部分是比较难拿捏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不同族群的人他对甜度的耐受性 他的喜好性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东西是希望说能够让大部分的民众都能够喝起来觉得很舒服 他是床庚医院中医部主任 医师资历已经有27年 在担任台塑生医顾问 这次也把中药材姜黄变成姜黄素融入保健饮品 董事长王瑞宇小姐希望说来照顾企业员工的一个健康 那一个产品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的配方设计到制成开发 到有效性的一个确认跟测试验证 大概都需要到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台塑生医去年营收大约20亿元 年增率10% 董事长王瑞宇希望今年能维持一成的成长幅度 同时注重养生的他也会把发展重心着重在预防医学 三立学林苏宾丁星太不太